大家好,我是Delson 我們快來到上門丁站 我們可以看看上門丁站 旁邊有幾個大型商場和百貨系列 所以這個地區都是比較繁華、多人住的地方 左邊是一個商場 之前我們有一個店鋪放賣 大概是港幣200萬左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而且這個商場主要是食物的地方 我們今天為何會過來這個區去說 是因為之前有些朋友說 可能它本身是屬心齋橋、湖田、南坡等地區 上門丁是甚麼地方 今天實地為大家考察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上門丁站後面有一個喜樂燈的酒店 喜樂燈酒店的好處是 它在機場有一個直播巴士 可以直接回到這邊 如果有些客戶 如果有些客戶是屬心齋橋 或是屬心齋橋 都不會陌生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區域食住行方面 生活配套都比較齊全 而且看到我們一路直走過去 轉右邊是谷丁九丁木站 剛才我們在日本橋那邊過來 大概是尖沙咀去淫麻地的距離 我們坐車也很快 看見我們右邊是一個技術學校 今天就為大家介紹一個樓盤 它是位於谷丁九丁木站和上門丁站之間 它是兩線兩站可利用 大概是三四分鐘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 紅色這座大廈是我們今天介紹的大廈 它是SRC造 心內鎮標準 它是一個品牌公寓 獅子公寓 本來是一個比較出名的發展商 它是所有權 很多客人都會問我們擔心的 我們介紹的那個是 是否借地權還是所有權 其實可以跟大家說 就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們推得給客人 都是一些所有權 好 事不宜遲 我們就帶大家上去看一看 HELLO 我們馬上來到這個單位 我現在馬上帶大家去看一看 我們現在在這個205號單位 它是一個特色庫 它的格局是1K 1K就是三點吃的洗手間 衣櫃、廚房 還有最特別的就是 它有一個大樓台 它這個大樓台 在日本來說是比較少 其實它只是一個樓台 也有120多尺 就是平時擺放東西 椅子、桌子 平時可以坐在這裡喝茶 也沒有問題 兩站兩線可利用的 如果想知道更多詳情 可以隨時找我 HELLO 電話號碼55413595 好 OK 好